这是菩萨道 这是菩萨继位的地方 菩萨修行啊 在这些地方继位修行 所以啊 文字上看起来 只是想 升到这些天做天王而已 而实际 他的内涵啊 是以菩萨道教化 让他们 成就出地以上的菩萨境界 而升到这些天上 继位天王啊 继续行菩萨道 所以 以我的看法 这四位天王 都是菩萨 以菩萨道的方式来教化他 让他升到这些天上 继续他的菩萨道 那么从这个 诸行向帝 一直到等学 能够一步一步圆满 将来到究竟成佛 所以用意 是说 现在 让他先 升到天上 成就天王的 这个目标 他的愿望 那么内涵 将来他要成佛 使他们行菩萨道 一直到究竟成佛为止 这才满他的心愿 所以啊 这个 这些天王 不要平淡的看他 诸致菩萨现身 继位天王 将来啊 要成就佛道 啊 落诸众生 爱从鬼神 救父国徒 我已必先 献天大将军身 而为说发 令其成就 令其成就 啊 以下 有三位啊 都是属于四天王的事情 啊 这里是指四天王的大将 四王八将 呃 每一位天王 他都有两位大将 以唯托天将为首 啊 那么 像金光明经里面 有三指大将的 这都是四天王所统的 若诸众生 如果有些人 爱同鬼神 救父国徒 就是做天将 鬼神 指八部众生 八部 天龙八部啊 啊 因为他那个 四天王 每一位天王 从临两部 所以这都是属于鬼神道 中 那么 做天大将军 是领导那些鬼神 来 扶持国家 救父国徒 呃 国家如果是 呃 是 实行政法 弘扬佛的政法 那么 这些 呃 天将们 他就来啊 扶持这个国家 有灾难 他会来帮助救度 啊 那么 使国家 得到 国太明安 所以他 发愿 如果有众生 想要 啊 通灵八部鬼神 啊 父持有道的国徒 啊 父持佛的政法 呃 官司 我以彼天 我以彼天 献天大将军身 而为说发 令其与成就 官司 我以彼天 献天大将军之身 献天这样的身 啊 来说发 啊 啊 父持国徒 啊 那么 使他能够成就为天大将军 天 就是指这个四天王 四天王 所领导的大将军 就是天将 天将 每一位天王 有两位 这个大将 领导 他的八部鬼神 啊 所以这个天大将军啊 就像威托天将 啊 金光门经里面的善子大将的 呃 众生 个人的心愿不同了 有人有这种愿望 菩萨也 让他 先成就这个目标 以后 慢慢引导他 去向你 无上菩提 若诸众生 爱同事件 保护众生 我以彼天 献四天王身而为说发 令其成就 就是献四天王身 如果有人 希望 啊 来统领这个世界 管理 这个 呃 四天王以下的所有 一些 啊 这个 所有的 众生 啊 包含这个游民间 啊 那么关心 不是就献这个四天王的身份 来 啊 为他说发 啊 使令他 能够成就 四大天王的任何一位 四天王 就是中西南北四方 啊 可有一位天王 啊 东方 池国天王 南方 镇长天王 啊 这个 西方 呃 广木天王 北方 多文天王 啊 呃 这四位天王 就是属于朝廷天以下 第四天王 啊 站在第四天王的立场 这四天王是神 啊 那么 站在四天王 望下 啊 从临的立场 那么他们是王 啊 想要做四天王的 菩萨献四天王身 让他能够成就 啊 若如众生 爱身天空 巨死鬼神 我一笔天献四天王国太子身 而为说法 定其成就 啊 这是说 呃 四天王 有太子 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大基义经 大小的大 吉利的基 义义的义 啊 大基义经里面记载啊 富士四王就是四天王 四天王 每一位都有九十一个儿子 九十一个 呃 他有不多不少九十一 可能现在还有多一点吧 呃 他每一位天王都有九十一位太子 呃 相貌端正 呃 如有大势力 呃 呃 有些就是像奴障 奴障太子啊 啊 道教的 太子爷 呃 这奴障的这个 呃 道教里面也有 啊 这密布里面也有 佛教的密布里面也有 啊 那么大基义经里面就说这个九十一位的 每一位王有九十一位儿子 太子 那么像挪扎就是其中之一 这样说 啊 那么当然还有很多啊 名字没有 没有编下来 啊 那么像这些天王太子啊 他拒死鬼神 他领导世间的这个所有的游民界的鬼神呢 啊 呃 如果会伤害众生的 他把他降服 啊 能复制众生的 他去领导 啊 使 呃 世间呢 能够得到安宁 啊 那么四天王 或者是四天王太子 复制世间的事情 啊 各位如果有原原法师的讲义啊 讲义到这里有一段 啊 有一段 引证这个天王太子啊 复制世间的事实 是引证灌顶书 啊 续法大师的灌顶书里面的记载 呃 就在这个原原法师的讲义第十五卷 啊 也就是就讲到这个天王太子这个地方 我念节各位听了 啊 灌顶书云 唐 天宝奸 西方五国 来寇 西安 国家 木南玉 全东赵 不空三藏入内 此念 富国人王陀罗明 方二七变 福建 神将五白 喝个殿天 这曰 北方天王第二子祖无奸 王救兴安 寇 进宫 两件无数天兵天将 布阵空中 寇 卫探员 中国有圣人 为何犯员 击退兵 啊 有这个记载 各位如果有这个原原原法师讲义你回去查看就知道 呃 这里有个问题 第一 文字记载有没有出处 有 在哪里 在高深传 高深传 第三第 就是宋高深传 呃 呃 长朝 长玄宗开元年间啊 开元三大师有名的开元三大师 善无畏 金刚寺 不空 啊 不空是金刚寺的弟子啊 啊 他十五岁 十五岁就 呃 跟住到中国了 呃 金刚寺入面以后 他又回去 回到印度 再听很多 呃 印度的翻本的密布经 到中国来翻译 啊 这是不空 他修密布啊 很有成就 呃 那么他是根据一个贯典书写的 这是超贯典书的原文 而不是从 这个 呃 高深传里面原文上下来 而贯典书原文怎么写呢 贯典书是这样写 唐天宝间 西方五国 来寇安西 哦 这等于前面注意哦 前面说西安 这里说安西 呃 这是地名啊 呃 我看 呃 是讲义搞错了 哎 哪里有安西啊 可能是西安吧 西安就是长安 呃 如果是来寇西安 那不再了啊 皇帝就要跑了 呃 不思西安 是安西 呃 所以这里原文 哦 原文 这个冠景说的原文就写 来寇安西 不思西安 呃 以后如果有讲义 一般里面把它注注 不思西安 是安西 我来理由 我来理由 他就想抢了 我来理由 我来理由 我们趋入 我们先偶然 稍微 我来理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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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